今天要跟大家介紹怎麼樣做穿牆動作 穿牆就是從小貓咪從右邊進去左邊出來 或從上面出去下面上來 這個才叫穿牆 那第一個我們先 將背景 擺成 坐標走背景 大家看一下坐標走背景 我們現在讓他向右走 我們照劇一下就是 點擊之後呢我們就讓他一直 這叫一直 向前走五步 改成兩步好了好這時候開始走 那他走到邊緣的時候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任何判斷式他就會擋在這裡 擋在這邊是 是程式去控制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就要做一個判斷式就是說如果呢 如果怎樣 如果他到達 我們看一下 最右邊是 其實是 到240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判斷說如果 做一個運算就是說如果 小貓咪的x的位置 大於240 這邊有一個x的坐標 這個時候就用到坐標走了 大於240的時候 怎麼辦 他我們寫 240 的時候我們就要讓他x變成 負240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把x設定為 負240 那他這次就穿牆了 這就是左右穿牆的功能 我們剛剛是利用 x來判斷他左右穿牆 那如果是上下 上下我建議大家也是 按照這個邏輯去做為什麼他只要把y改變 然後他 他先面向上 面向上 然後 一直往前走 當他y大 大於這個180的時候 那個y就射成-180 所以 是用x來做基礎 那我們再複製一下 這個我們先不要讓他執行 拖開就可以了 這時候呢我們第一件事要讓他因為他現在是 前後走所以不能旋轉所以我們現在 讓他第一件事 點這邊的時候去讓他先面向上 面向 向上 上的話是零度 然後呢 因為你面向上然後往前走嘛 往前走兩步 那這個時候就不是x了是y 所以你的y座標要大於多少 這邊有寫y要大於180 當他超過180的時候 你這個y就要變成什麼 -180 那這個時候就是上下穿強 好 好我們現在的開始來做 這是上下穿強 這樣真的很好玩 好那就是 上下穿強 好我來講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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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